今天我们来做一道日式的鱼 Abuli Sashimi Abuli 日语就是炙 上面一个锡,下面一个火 炙烤的那个炙 这种做法在日本菜里面用的还是蛮多的 它有跟西方菜融合借鉴的成分在里面 比如说Abuli Sushi 就是炙寿司 把寿司放在上面的生鱼片 通过火腔制烤 让鱼里面的油脂 渗透到下面的那个 寿司的米饭上面去 味道是有独特的地方 它有烤的这种炭香味 另外呢,又保湿了鱼的这个新鲜 材料很简单 主要材料还是这个Black Cat 就是银血鱼或者黑血鱼 您要用这种 Flate这种血鱼 您买这个血鱼要有生食条件 如果说是没有那么新鲜 您就不用用这个材料来做这个菜 配菜呢,依然是我们全家都喜欢的地瓜印 在做Abuli的时候呢 您要注意一点 就是您这个火腔在制烤的时候 要注意这个东西应用有几个重要的地方 您要把这个 这个气调整到合适的这个气量 让它这个火焰呈淡蓝色 然后呢 这个用火焰的最尖端的这部分 靠近前三分之一的 这是温度最高的地方 烤一下 然后离开 烤一下离开 不要一直在这烤 这样会让表面这个烤焦 这个烤的过程是让这个鱼 不断的这个加热 让里面油脂释放出来 然后表面这部分部分成熟 然后里面呢 当然还是生的 这样的话呢 您用这个这种方法来呈现 也是类似于这个撒西米 就生鱼片的这种呈现方式 调料的部分呢 当然这个说生鱼片了 我们就会用到酱油和这个wasabi 就很简单 没有其他的了 这种方法来烤的 我们就像鱼片 这种方法来烤的 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